你這個就好 不是你聞這個就好 你聞一下 學中已經這樣了 誰幫我報警 好啊 還要公咧 夜市本來就是都是人工啊 沒有 我們只有三個人 我們沒有錢再請人工 我剛剛還上網查了一下 公讀生的最低時薪 2023年一月要配的是176塊 我剛剛算了 如果我們要賣190串的話 我們要賣12個小時 因為你算一萬是4個小時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扣12個小時 然後算公讀生是2112個 根本扶不齊 扶我啊 我來吧 這肯定沒問題的 其實到時候 你烤這麼久應該也把自己烤焦了 你為什麼 口急 這個太難賺了啦 不行啊 去哪 你聞一下帶一隻 我已經聞到了 你聞一下帶一隻 好臭啊 好臭 我還跟那個老闆要了一袋 那個專門泡臭豆腐的水 要讓你帶回家的 我拜託你聞一下就好 你看我還超臭 很臭 對不對 你走過來我已經聞到 自己三八之外 其實夏和熙是掉到那個臭豆腐對不對 對啊 好臭喔 這邊 你這個就好 不是你聞這個就好 你聞 其實都已經這樣了 誰幫我報警 上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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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 以來 很討厭 很討厭吃 你怎麼了你 嚇到語無倫次了耶 像不像聞不見 這道菜叫找不到臭豆腐 它就是因為你 是看不到的 我真的可以吃 好吃耶 對不對 真的不錯吃耶 很下飯耶 但如果 你要這個 當主食 我覺得有一點難 有點難啦 不好賣 說不定要搭配別的東西 啤酒 喔啤酒超香的 對 再說了 先講一下我這個臭豆腐 這個泡菜 要放進去這樣 對 塞在中間 等一下 我餵你 很大口耶 我分一半好不好 我覺得它的醬汁很好吃 對 超級好吃 我說我剛剛就一直在氣 為什麼 我剛剛要吃便當呢 不會那麼臭吧 不會特別臭 只是我現在聞得到我的口腔了 裡面有臭 裡面有 那你聞一下我的口腔 我不要 其實我們都有吃了 你剛剛帶那一袋 我快要崩潰了 那你們吃我這個 看起來很像豬血糕耶 對 對不對 很特別 把它醬豆腐是本身是用烤的 它上面有加了花生粉跟香菜 超多人排隊 我聞到 我喜歡這個因為 這個花生粉把它蓋掉 很特別 有沒有吃過加花生粉 我沒有吃過 這個也不錯 我剛剛算了一下 我們的成本 太高了 是哪個成本是最高目前 這個豆腐啊 只有豆腐成本最高 烤還要工耶 夜市本來就是都是人工啊 沒有我們 我們只有三個人 我們沒有錢再請人工 我剛剛還上網查了一下 工讀生的最低時薪 2023年 因為要派的是176塊 我剛剛算了如果我們要賣190串的話 我們要賣12個小時 因為一串或是4個小時的話 要這樣的話 考12個小時 然後最公司才是2112個 根本扶不及 我啊 我還不知道 這肯定沒問題的 其實到時候 你烤這麼久 應該也把自己烤焦了 你為什麼 口雞 再半半 這個太難賺了 那不行啊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要用三去拔 然後我們再來變形 這樣 董琳哥 董琳哥 Oh my God 董琳哥 好久不見 董琳哥今天來 他已經吃過大江南北 我們今天還有需要想嗎 是 就交給董琳哥囉 對 我也覺得 不要自己想 我覺得幾個重點 一個 那就是以臭豆腐為主題嘛 對不對 對 那個方便拿 邊走邊吃的 然後最好還要有一些 不同的口味選擇 所以我們要有一點創意 那我們 該怎麼辦 我們到底要裝香腸 還是裝大腸 對啊 那講那麼多 我去廚房試試看了 要裝 走 走 好熱 等一下 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要炸豆腐 你要炸 你要炸 厲害喔 聽聲音 就這樣 等一下 你會看油溫嗎 油溫我這樣看就差不多了 它已經夠熱 有夠熱啊 差不多 不見了 超回答你 不是很見 你這樣不行 太大塊 一半好了 三角 也是可以的 三角也不錯 好不好 三角就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說 我們這炸這一塊 這一塊 一大塊這樣要炸 給我滾到好嗎 可是沒有算時間耶 剛剛 沒有算耶 對啊 我要大一點 東西放更快 而且我們要思考的就是 怎麼樣讓這個出菜的流程 順暢 是不是我們可以控制 對 因為它這個是 一個階段跟一個階段 它是有一個器 對 我看到這幅以為 是不是要給它進一台 料理器 這怎麼做生意都急死了 因為我們現在備料啊 所以我們前期在備料這個環節呢 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這個基地 先把它做 我堅持我要訓練我的道工 我一路來都是用手 去切切切切切 第二方面是 因為我想要比較大顆粒一點點 那也是可以用那個攪拌機去做 但是有時候會不太均勻啊 不能在那個我能控制的範圍內 所以我寧願就是用刀 Jerry 你說我這裡面再來一點什麼 有檸檬汁嘛 再一點青椒 所以應該要做醬的嗎 OH YES 就給它等一下 是不是試試看 可以... 可以請吃嘛 這可以增加口感 這很棒 芥末 不喜歡嗎 好 好 可以 那我就在這邊做囉 好 試試看 好 我告訴你 你在聽不懂啦 以我的角度來看 味道完全不吸引人家 會虧錢 就直接說啦 就是真的會虧 因為它的 湊跟 我們剛剛備的料好像真的沒有特別的 融合在一起 就是 各有各的味道 對 我心裡好著急啊 你怎麼啦 怎麼這樣啊 也不知道在什麼做法 就是慢慢吃 試到那個感覺出來 還覺得 真的可以買 再來咧 你那個 比例你記得嗎 沒有 完全不吸引人家 真的耶 我是一個 還滿正能量的人 但我前面覺得 我的臉不夠 很焦慮 很多好吃 外菜 你嘴巴好大 好會塞喔 好吃耶 我打翻開 打翻開 沒有 沒有 你先炒 我跟你講 對啊 有時候 你就不用拼了 一炸油就過去了 我跟你說 脆筋筋 咬下去就過了 就像這樣吃 那你炸油 那你炸油 很浮誇耶 味道 我聽聽看 它真的 它的 喉嚨在發抖 好吃嗎 對啊 你不覺得加這個 沒什麼味道了嗎 都蓋過去了 我覺得很好啊 自我感覺很好 但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滿想做甜的 所以我剛剛有先做了一個 年糕配花生粉的 但是 你 你脆一脆 你不行你就 你看我是不是很難得說 都是不好吃 對啊 都比較不好吃 好像不是很搭 但是我覺得 剛剛做的有一個 沙沙醬配臭豆腐 我覺得它有一點 搶掉臭豆腐的風采 所以變成是現在 你要去取得這個平衡 跳出那個泡菜的框架 所謂泡菜的框架就是 酸跟甜跟辣 我現在就是想要 試試看 你會不會不香喔 像我今天跟那個老闆 炒法 然後再繼續放進去 放在中間 臭味跟香味都會更亮 你講臭味的時候是不是 臭味就是那個 不要看著我 我沒有禮貌 好 好 那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 真的是 所以一個美食要在家裡 做好多的研究 每一個人對於夜市的美食 都是熟悉的 然後你要從熟悉裡面 異君突起 然後還能夠創新要有創意 真是不容易 異想不到臭的 好深 好臭 我反而覺得這個 比較有 臭豆腐的感覺 你吃 請問你